哈嘍 大家好 我是Kelly 在我的youtube上目前有兩個影片 是我用法文讀小王子的影片 那想跟大家說一下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學法文 學到現在目前有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認真學的話 然後我上的是假教 是一個法文法國來的老師教我的 然後一個禮拜是兩堂 在這兩堂之外每天我都會自己找一些法文的資源 讓自己學習 就是在課堂之外又學習更多的東西 這樣子把自己沉浸在那個環境裡才可以比較多學一點 然後因為想必有在學法文的人都覺得 都知道法文是一個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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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學的語言 不管在發音上 發音還好但是就是文法的部分真的是會被搞瘋 像是那種動詞像你我他都是不同的寫法 不同的念法跟英文差超級多 所以我就覺得說就是自己學到現在一段時間了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學法文的一些資源 那不管是給正在學法文或是初行者 你們都可以看看 如果你們已經知道這些資源的話那非常好 可以繼續用如果不知道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說不定很適合自己 那今天的影片我想要把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網站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Podcast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APP 手機用的那種APP的部分 那我會接下來做一系列的介紹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要趕快開始吧 首先要說的是網站的部分 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TV Sunk Mode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網站 有著非常多的資源 它還有分不同的程度的不同的課程 然後都可以自己試試看 如果不知道自己程度的話 下面也可以測試自己的程度在哪 再去做一些測驗 我們隨便點看一個 這個是給A1的 然後這個播放鍵點下去 就會開始播放影片 影片看完的話 旁邊會有一些小測驗 可以讓你做測驗看 是不是真的懂了 然後如果有一些地方不懂的話 下面有翻譯 翻譯點看來就會有影片全部的翻譯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這個 它是給法國的小朋友看的 所以內容相對來說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插畫又超級可愛 非常適合剛開始學的人看 然後它這邊會有影片 下面也會有它影片的字 所以看不懂都可以馬上查 非常推薦 再來是RV SAVA 它是法國國際的媒體 它是廣播起家的 然後這裡也會有一些 再給學習的人一些資源 點進去這個 我隨便點一個 這個是給A1的 然後點這個 LE PRESENTATION 進去 點進去了 以後這個會有一個 聽的地方 就點進去 就可以聽它的課程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翻譯 再來我們不聽的話 我們點左上角的那個FFE 就會到它的主要的網頁 它這邊會有一些新聞 然後想要聽廣播的話 點那個上面 DIREITEMON 這邊就可以聽了 再來是FANSAE FACI 它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網站 因為有非常多的資源 跟測驗 非常適合學習的可以做 我們現在隨便點一個 裡面就 Vocabulaire 還有 最討厭的 Conjugation 我們隨便點一個進去 然後裡面就會告訴你 怎麼用這個 Landicative 教你完之後還會有小測驗 之後還會有解答 可以做非常方便 接下來要講的是Podcast的部分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這個Slate Audio 它是網頁版的沒有APP 裡面有超級多的Podcast 這裡有最新的技術 還有頭條的Podcast 它也會從主題下去 分點這個Society進去 也會有非常多不同的Podcast 可以聽 然後點這個 光這個裡面就有71集 超多一定聽不完 等你們看看 再來是這個InnerFrench 它是我最喜歡的Podcast之一 它是法國人 有做Podcast 也有做YouTube頻道 點進去裡面 它目前有93集Podcast 它講話的速度算慢 所以非常適合初學者 然後這邊點開始就播放了 也會有那個字幕 讓你看整個Podcast的字幕 然後也可以自己調整速度 非常的方便 點那邊的Video進去 就會有它YouTube頻道做的Video 非常建議可以看看 超棒的 再來是手機的Pure Audio 裡面有很多語言 然後隨便點這個Emission 裡面就有很多的主題 隨便點一個進去 40年的法國Rap 然後就會有很多集數給你聽 然後回去到那個Journal Foncet Fancy 它是每天的10分鐘的報導 然後都很簡短 可以試著聽聽看 再來是Hardio Foncet 這個是一個Radio的APP 裡面也是很多的主題 現在看到這個Le Quandté 中風 是給小朋友的 這個DownDown 它是一個法國很有名的漫畫 幾乎所有法國人都知道 我猜 然後這裡有好幾集 然後都不會太久 可以自己試著看看 也可以看看自己喜歡的主題 最後就是手機APP的部分啦 首先是每日法語天理 它應該蠻有名 很多人都知道 隨便點這個巴黎博物館進去 你看它法文字幕跟中文字幕 是連接在一起的 然後如果你看不懂字的話 隨便這個Hgade 點兩下進去 它會連接法語助手 就會直接跟你講它的注釋 很方便 然後它都很標準 然後你看搭配一些影像跟字 跟聽起來會更生動一點 它有很多的主題 你可以自己去畫 一定是看不完的 再來是Le Conjugation Lobe 它是一個專門插 Congregation App 它超級方便 很讚 像我現在點的這個 就是at 裡面所有的實態都插得到 那我隨便打一個amay好了 點進去 也是都插得到 然後中間那個sinderman 點進去 它就會出現跟amay很相似的 一些動詞 再來右邊會有exercise 讓你做 就是讓你對conjugation更加的熟悉 超級讚 很適合練習 接下來是法語助手 它是法中字典 非常方便 它有每日一句讓你學 然後你隨便打一個mange 查這個 然後你點進去 你看它就有很多的解釋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意思 然後還會有例句 然後下面有很多資料 像是歷屆整體 常用例句庫啊 然後還有發發詞典 就是你可以透過法文去看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可以訓練一下 然後右上角有那個四個正方形 點進去的話 它一樣有辨味 跟剛剛那個lacongu get some很像 然後這個跟剛剛那個lacongu get some 就是多了一個 這個還可以插字典 所以這個APP幾乎就是收掛了所有功能 最後是reversal context 它是發音字典 我們一樣打moji進去 就會有法文的例句跟英文的例句 然後中間點開一樣可以選不同的語言 所以不只是發文跟英文可以用而已 如果需要詞典的話 可以用它很方便 哇啦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就是這些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啊對了我忘了跟大家說 就是youtube也是一個非常棒的資源 這個我忘記說了 那就是youtube現在大家都知道是免費的 然後上面有非常多的影片 這個也非常推薦大家去學習 就是譬如說你今天看了一個法國人的影片 那你之後使用者的推薦內容 非常有可能就是 會再推薦其他的法國人的影片給你 像我自己看到現在就是所有首頁的那種 使用者推薦內容 都是法文的非常好玩 然後那一看就是每天一直聽一直聽 也會耳如目染 就是你就會把自己真的沉浸在那個環境 那這樣下去就會進步得非常快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另外再做一次就是專門講 就是法國的youtuber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自己有好幾個喜歡的youtuber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讓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CSS 按摩 按摩